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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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們這個議題是邀請到李輝 李輝是一個獨立的Web開發者 也是Flask的開發團隊的成員 他有一個叫helloflaks.com的管理員 然後他寫的書 反正總之間就是大家來聽聽看 怎麼從初學者來變成是一個 popular的項目的一個維護者 還有技術書的作者 大家歡迎 大家好 好的 謝謝大家 首先我想說一下 因為台灣和大陸有很多編程術語是不一樣的 雖然我這幾天背了很久 但是我還是有可能說錯 所以希望大家見諒 我先來解釋一下我的這個標題 首先 兩年代指的是 2016年8月到2018年8月 然後 科學者是指 2016年8月 我當中的學生在 Flask是一個 用Python編寫的外部 從中的兩個人 流行看 作案的故事 是指 我在2018年的6月 做了 拉索編寫的 然後 說他這個流行 是基於 這些故事 在2018年 做了一個 開場中的 叫做 忘記 拉索編寫 目前最流行的 忘記 還記錄 作者 技術書 然後叫做 Flaskweb開發實戰 這個是在 天龍網絡書店上找的 找的頁面 不過我在一樓 看了他們的攤位 然後沒有找到我的書 所以很默契喔 首先我起了一個這樣 就是那麼長的一個標題 主要的考慮就是 怕沒有人來聽我的演講 所以 搞得有吸引力一點 果然現在是很有用嘛 不過我 這個標題有一點功利 但是我的本意 並不是想介紹 程序員成功學 或者說你怎麼樣 從 就是速成 然後突然變得很成功 因為成功 是一個偶然事件吧 它需要 除了你自己的努力 也需要一些 運氣 然後時機 還有大環境 所以我主要想介紹的內容 其實是 先來 再來多說 多說一點 有很多人 有很多我的讀者 覺得我寫了一本 Flask的書 然後又做了 Flask的維護者 覺得我很厲害 但事實上 有時候 我回答別人問題 還是要借助谷歌搜索的 一個典型的案例 大概就是這樣的 然後 有一個人來問我問題 他就問我 出現了什麼什麼錯誤 然後呢 因為我也不太清楚 我就只能打開谷歌 幫他搜一下了 然後我就 搜索之後拿到了答案 我就迅速地 迅速地回給他 我說 很簡單了這個東西 你只要執行什麼命令 然後怎麼怎麼做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時候 如果我足夠幸運 或者說碰巧的話 然後解決了他的問題 然後對方就非常開心 然後覺得我非常厲害 然後其實他不知道的是 谷歌還是最厲害的那一個 然後 所以我最 我真正想表達的主題是 編程初學者如何在一定時間能獲得階段性的成果 下面來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李輝 我是一個來自南京的獨立Web開發者 或者說是一個還沒有找到工作的野生工程師 然後跳過前面介紹過的兩點 如果你想了解我的更多信息 你可以訪我的個人網站 Corelli.com 所以接下來 不管你好不好奇 我都要把時間倒回到2016年的8月份 那個時候我剛開始學習弗拉斯克 好 差不多到了 然後8月31號我在一篇博客裡寫了 我在暑假閱讀了一本關於弗拉斯克的書 叫做Flask Web開發實戰 接著在9月3號 這年還剩下三個月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下半年計劃 然後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用Flask做一個網站 接著10月24號是 我在GitHub上創建了第一個PR 很簡單就是修改了幾個拼寫錯誤這樣 接著在10月28號我創建了一個知乎專欄 叫做Hello Flask 我在第一篇文章裡列下了一個非常宏偉的寫作計劃 告訴大家我要寫很多很多關於Flask的東西 雖然當時我還只是一個菜鳥 接著在12月10號的時候 我的一個朋友他想要做一個網站 但是當時我只是剛開始學Flask 不過我很衝動 然後我就接下了這個專案 結果花了有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因為對方客戶也是一個非常難纏的客戶 然後什麼都不懂 然後需求改來改去 但這個經歷是很痛苦的 但是他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然後接著我就開始做很多關於Flask的東西 比如說寫很多文章 做一些小的demo 然後在SidagoFlask上回答關於Flask的問題 接著一直到2017年的2月11號 我收到了出版社的一個寫作邀請 然後當時 這是我又一次非常衝動地接受了這個邀請 因為當時我只是 RFlask所有的基礎內容學了一下 然後我就開始寫了 3月1號開始寫作 然後在這一年的12月7號完成出稿 然後經過了幾次很痛苦的修改之後 在5月22號 18年的5月22號 最終交了那個最終的稿子 在整個這寫作的一年的跨度裡 我還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 比如說寫了5個使用Flask實現的web程式 然後做了5個Flask擴展 也就是Python庫 還有一些其他工作 比如說寫了一些demo 寫了很多文章 然後有一些PR 都是很多不同的項目 還有在SidagoFlask上寫了100多個回答 最終在18年的6月20號 我加入了Python庫 然後做了Flask的維護者 但是之一啊 不是我一個人 接著在8月30號我的書出版了 然後現在我們把時間倒回來 在這個時間裡 這就是這兩年大部分發生的一些主要事件 如果現在 以我現在來看的話 這些事情可以說是一環扣著一環的 我從一開始學編程 然後很衝動地接了一個外包項目 然後做了外包項目以後有很多經驗 然後我就寫文章分享 分享的多了以後 然後出版社的編輯就會發現我 然後我就會就開始寫書 接著做了寫書的過程中做了很多開源貢獻 然後這就促成了我加入Flask開發團隊 最終輸出版 所以說我有什麼秘訣嗎 或者說基於我這兩年的經歷 我可以給想要獲得一些成果的初學者 有哪些建議呢 我的第一個建議就是不要工作 就我的觀察來看 大部分程序員的工作都是非常無聊的 你既沒法發揮你的想像力 也沒法發揮創造力 大部分時間都在做一些CRUD 所以說如果你工資不夠高的話 不如先不工作一年或者兩年 當然如果你剛畢業的話那更好了 我把這個時間叫做一個技術間隔年 你最好就假如你覺得自己天分一般的話 你最好有一年或者兩年的時間是 既不上學也不工作的 然後你可以把時間全部花在專注於 你想要發展的編程領域裡 因為如果你想在一個編程領域獲得成果 那就必須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另外一方面 在這個一年或兩年的技術間隔年裡 你也可以 一個很好的機會就是去發掘和認識自己 因為你不必把自己 捆綁在某一個固定的社會角色裡 也沒有人要求你必須做哪些事情 所以在這個時間裡 你可以嘗試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當然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 你可能要過一段很拮据的生活 插播一個問題 像柏拉圖 哥巴尼 牛頓 特斯拉 達文西這些人 唯一的共同點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然後他們都很偉大 這一點無可置疑 然後他們也都做出來很多 優秀的作品 他們有沒有工作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唯一的全部 所有人唯一的共同點就是 他們全都是單身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意味著如果只有你單身了 你才有足夠的時間 創作出偉大的作品 所以說我的另一個建議就是 不要談戀愛 一旦你談了戀愛 你就要和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比如說吃飯 睡覺 然後逛街 吵架 冷戰 還有做各種奇怪的事情 這需要花費很多很多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想 在你的編程領域收獲一些成果的話 絕對不要談戀愛 這對你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阻礙 但是寵物最好也不要養 但是你可以養一個盆栽 比如說種一盆花或者種一盆草 因為就我的觀察 就我十幾年的觀察 二十幾年的觀察來看 所有的專業人士都是這麼做的 比如說他 比如說他 還有他 所以說 我建議大家 立刻開始行動 因為我已經幫你們找到了 最近的鮮花店 就在那個 水源市場那邊的正門 有一個水源鮮花店 大家 結束了以後可以直接過去 好 那麼我的第二個建議就是 一定要做出作品 當然最好是有趣的作品 戀愛 我怎麼想到和尚呢 就是 就是那種出家人之類的 北京有個龍泉市 他們都是寫代碼的 對 我就說真的 各位上Google去查 北京龍泉市都是博士 都寫代碼的 然後都是和尚 是真的 好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我的第二個建議是 做出有趣的作品 其中我指的作品就是廣義的 比如說一篇文章 一本書 一個演講 或者說一個 一個程式 然後都可以是作品 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作品 當作你的目標 當你想一開始想要學習一個編程語言 或者說 外部框架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會想我要先學什麼 後學什麼 我要把他們學得多好 學得多麼深入 但其實你真正應該考慮的是 我應該用它來做出什麼作品 以學習Python為例 一個 壞的例子大概就是 我要在這個月學會Python 這就是一個壞的例子 然後好的例子大概就是 我要在這個月 用Python開發一個計算器 然後 但是 另一個建議就是你的作品要有系統性 比如說 一本書 一個系列文章 或者說 翻譯一個文檔 然後做一個完整的web項目 這些都是有系統性的東西 有系統性可以讓你掌握的知識變得更加系統 另一方面 為了避免做出來爛東西 你還需要追求80%到90%的完美 因為 追求80%的完美大概可能需要花一天 但是追求100%的完美 也許需要一年或者更久 所以說大部分情況下 80%到90%就足夠了 另一方面 在你做編程作品的時候 也是最容易出現看員貢獻的情況 比如說我在寫書的時候 就是創建PR和issue最多的時候 這是我在17年的時候 提交一些PR 我的最後一個建議就是你要衝動一點 人類歷史上大部分 就很多事件都是由衝動來推動的 就包括我們在座的各位 也有可能是我們的上一代衝動的後果 所以說 衝動會帶來進步 也可能帶來退步 但假如你不衝動的話 就什麼也不會發生 如果我不夠衝動的話 我就不會接下第一個外包專案 然後 不會有那麼多的信心去做 Flask相關的東西 如果不夠衝動 我也不會接受 出版社的寫書的邀請 所以今天我可能也就不會站在這裡 我來CostCub也是一個衝動的後果 當時我就是 偶爾看到了一篇文章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CostCub在今年 然後 我 我不知道開CostCub到底在幹什麼 我只知道它 單詞裡面有一個開源 然後我就想 我好像也做過開源 然後我就想 我應該可以來吧 然後我就 隨便寫了一個標題 然後弄了一些內容 我當時還不知道我到底要來講什麼 當然我現在已經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所以如果你問我如何快速入門 一門新的語言和框架 我的建議就是 衝動一點 做個外包專案 你可以去告訴你所有的朋友 同事 假如你正在學習開發網站的話 告訴他們 你可以提供開發網站的服務 非常專業 然後做一個非常專業的網站 然後告訴大家 如果你堅持得久一點 總有一天 就會有人上當 一旦有一個人上當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你的編程能力在最後 會獲得非常大的提升 相信我 絕對沒有錯 這個時候我會推薦你看這本書 叫做Coping and Pasta from Star Wars 很有用 當時幫助了我很多 如果你問我怎麼快速深入了解一個編程領域的話 我會說 衝動一點回答你不會的問題 你可以從今天 從明天開始 在Stack of Floor上 每天找三個問題 你可以不會 但是你必須要回答 你可以研究所有你不會的東西 用谷歌搜索 或者用任何方式 反正你要最後和他保持溝通 告訴他們你能解決 然後不停的更新你的答案 直到你解決了這個問題為止 這個時候我推薦的參考書是 Googling the error message 這本書 當時對我的幫助也非常大 所以這一小節我總結一下 就是要做超出你能力百分之三十的事情 當然我不是推薦你去冒險 超出能力百分之三十 不會帶來太多失敗 即使失敗了後果也不會非常嚴重 最多就是像我這樣 演講的時候 感覺比較緊張而已 最重要的是 你至少也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 這樣才能確保 你不會產出一些非常糟糕的東西 然後也不會翻車 所以我建議大家今晚就可以開始行動了 然後你的第一件事是做一個大膽而詳細的計劃 這個計劃是關於你所有在未來一年 未來五年 你要完成的作品 把它們從小到大排列 然後讓它們越具體越好 比如說你想寫一本書 你就把所有你想寫的章節列出來 然後再去學習這些內容 你想開發一個網站的話 就列出來你所有想要開發的功能 我會推薦一些新手任務給你 這是比如說在 部落格上寫一百篇文章 在Starkflow上寫五十個回答 然後在GitHub上創建五十個PR 必須是 不能是你自己創建的項目的PR 如果你還沒有個人主義的話 我建議你現在就去建立一個 你要有一個統一的頭像 統一的ID和姓名 然後你的ID最好和 你所有的社交網站保持一致 而且你的域名和ID 最好是保持一致的 最重要一點 你要把你的目標 你的所有的計劃 都寫在你的個人主頁上 同時也公開在所有你的社交網站上 讓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計劃 這樣會給你帶來很多壓力 當然也會有助於你完成你的目標 另外一個重要的點 就是要追逐作品 而不是效率 追逐作品的意思就是 你要把你的每個作品 當作你每個階段的目標 而不用太考慮你的自知力 或者是效率之類的 因為我玩了很多遊戲在過去兩年 所以最近幾年開源運動發展得很順利啊 非常好 然後像微軟這樣的老頑固都開始擁抱開源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就是 開源運動逐漸也在影響到我們的現實世界 比如說在台北就有一家電機行 他就加入了開源運動 然後另外在我的家鄉 因為遍布 開源運動已經遍布世界了 在我的家鄉 小鎮上有一個習慾中心 他最近也加入了開源運動 所以不管有沒有開源 我想說的是我們可以把這個世界 當作是一個超級代碼倉庫 我們每一次創作出優秀的作品 每一次分享你的知識 都是一次有益的貢獻 都可以促進這個世界上 善意和知識的流動 我想我會一直這樣做下去 希望你們也能加入我 謝謝 謝謝 來自於大陸講者當中最有趣的 我想回應陳中辰老師 我們還是有找到這樣的一個講者 那在座因為很多人 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那請大家有沒有問題可以提問 然後他來回答了 有嗎 好 請 那桌上有 你不工作但是沒有錢怎麼辦 我有時候你可以騙你的親戚朋友 告訴他們你可以開發網站 然後就有人來找你了 我就是這樣做的 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嗎 請問請問大聲一點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張哥是什麼 所以我就先學了Flub 當然我接下來可能會寫一本張哥的書 說不定 那我問一個問題 你問的可能會很難吧 不是 我其實內心很覺得 如果假設是我的親戚朋友的兒子這樣搞 我一定覺得說他在幹嘛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 因為像在台灣還好 比如說台灣人就當完兵 我們可能去找工作或幹嘛 有Gap Year 在台灣比較容易被接受 但在大陸 Gap Year 其實就會被某一些人認為是這個人不知道在幹嘛 他一定做了一些不知道在幹嘛的事 所以不要讓你知道 所以是變成Gap Year 就是 至少某些公司我知道會這樣子看這個事情 那你怎麼克服呢 我是這樣解決的 就是 你告訴所有人 你是自由職業就可以了 自由職業是一個非常好的頭銜 只要沒有工作都可以裝上 那你社保不就沒有 嗯 我說社保不就沒有 或者就斷掉了之類的 嗯 對啊 OK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各種問題都可以問 真的沒有嗎 他講得那麼好 這樣對嗎 沒有大家後續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我的個人網站上找到我的所有聯繫方式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來找我 好 那既然大家沒問題 我們就再次掌聲謝謝李輝 謝謝他 謝謝大家 水哥 水哥在哪